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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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有介紹過 O-LINE他出的PL2槍燈嗎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更大支的槍燈 那也就是O-LINE的 O-BIN 那這個槍燈呢 是哲妮他贊助我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哲妮是誰 他在版上他有賣蠻多的 O-LINE的槍燈 他的價格算的蠻實惠 我會把他的Instagram連結 放在我的影片下面資訊欄 那大家歡迎對O-LINE系列的槍燈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找他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顆槍燈吧 OK 大家 那又到了我們的開箱時間 我們要來開的這一個 O-LINE的奧丁 那我們就趕快來 下來給大家看吧 把它打開看一下 是清開的 這邊就是他的一些 感謝你購買他們的產品 然後以及 使用說明 那這個就是奧丁 拍攝的它是附於古作 就不是M-LOG的系統 現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圖示 箭頭指向鎖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轉到解鎖的地方 壓下去 燈就拿出來了 然後他軌道有另外一邊 可以從這邊卡進去 這樣就鎖起來了 那這個就是燈的部分 再來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盒子裡面附了什麼 盒子裡面附了一個 鼠尾 那它是磁充的 等於說你把後面的蓋子 拆掉以後換成這個 它就變成鼠尾 所以這一個應該就是充電器 沒錯 這就是它的磁充充電器 你只要填到USB的線 靠上去 它就開始充電了 它裡面還有附兩條束帶給你 可以綁在你的槍上面固定 那盞子上它盒子裡面有的東西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很快的到霸場面 測試一下它的亮度給大家看吧 好 那我們把OLED的OLED 裝上去了以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裝在我的SR16上面 那這就是它看起來的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燈到底有多亮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在霸場跟外面 讓大家看一下 那你本身這樣也是可以使用的 壓一下它就亮 它有兩段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暗的 你輕輕點一下 它這個光是比較暗的 那我們再點用力一下 這個流明數就比較高 它是有兩段式的 那要怎麼裝回去呢 也很簡單 我們把這裡壓著 推到底 持扣扣上 它就裝回來了 那沒有比較就沒有差別 所以我會拿我之前開箱介紹過的PL2 它是1200流明 那我們讓大家來看一下這一顆的亮度 在全岸的靶場打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亮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齁 那我們接著換Odin 它是2000流明的 應該很明顯你就看得出來差別了 這個亮度真的不太一樣 在全岸的靶場裡面 在全岸的靶場裡面 它幾乎把整個靶場照亮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到室外 再讓大家看一下這室外的表現 好 那我們現在到了室外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PL2打起來的光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真的沒有到非常亮 那這是PL2 那接著就換Odin 2000流明的 大家應該可以就看到 這個在室外的表現差別更明顯了 照得清清楚楚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現 真的是有差 2000流明跟1200流明 我自己是覺得差滿多的啦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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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的鼠尾 是裝在這邊 它是在讓我舉槍的時候 瞄準 我可以直接在前面這邊按到 所以我選擇把我的鼠尾放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 鼠尾沒有一定正確要放在哪裡 你可以放在握把上面 或者你可以放在側邊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它會有物一樣的位置 那這是我個人習慣的位置 所以我放在這個上面 那就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拿起來的時候 舉槍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同時按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我比較舒適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配置 好 那簡單來說呢 這顆Olight的Oden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這顆以槍燈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價的槍燈 而且它也有它自己獨有的專利 就是它是磁充的 然後它的鼠尾也是磁扣 本身蠻牢固的 可以拆下來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它扣上去 它其實本身是還蠻牢固的 Olight這個設計是真的還不錯 我個人覺得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它本身也有mini 那我下次入手的時候 會再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我們就先回槍櫃那邊 我們跟大家來講一下這把燈吧 好 那我們從靶場這邊回來了以後 我們再來跟大家聊這顆Olight的槍燈 這顆槍燈我覺得有比以往Surefly 或者是像Streamlight他們的槍燈 它有一個功能非常非常的方便 也就是它是磁充的 然後加上它的鼠尾控制也是磁扣的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功能非常非常的方 Odin這個的亮度 它比我之前PL2的那個亮度又更大 這一個牌子的出現 讓玩家有更多品牌的選擇 即便你不是把它裝在牆上面 你也可以當一般的日常使用 我個人也是覺得很方便 那大致上就是這一顆Odin 然後我們也測試過給大家看 真的蠻推薦的 有興趣的再跟大家提一下 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找到 哲尼的Instagram帳號 你可以私訊他 要買相關Olight產品 我相信他都會非常非常的願意回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幫我點個讚 你們的支持真的是給我非常非常大的動力 好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